港府歸缩 抬出法院借口清偿 香港政府昨天以执行法院禁制令为由 清除金钟中信大厦前占领人士的路障和帐篷 拆除过程达至和平 占领人士没有违抗法律命令 大多以往占领区别处 但是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 留守者避免与警方有任何冲突 但可悲的是政府不愿意和学生以对话的方式找到出路 东新闻 这种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